欢迎您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来到了乡下 吃到的不仅仅是好菜 还有满满的人情味 桃园大溪这里有个占地 1.5公顷的农庄 老板叫陈平和 他说为了延续记忆里头 小时候的农村生活 所以来到这里的游客 不仅能够走进稻田 体验的是割刀打鼓的乐趣 还能品尝当地的阿嬷 用大噪组出来的手工米苔木 口感非常的Q弹 夏天吃起来特别的冰凉爽口 各式DIY的体验 让大人或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大地感谢一下来 开始 好 来 感谢大地 感谢农夫 让我们有稻米可以吃 对不对 好 来 很好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跟专业农夫一样 握住稻子 然后这样割下来 好 注意不要留太长 留手 留十公分就好 来 弯着腰 带着斗笠 尽管炎热的夏天艳阳高照 陈平和还是耐心教导孩子们 割刀的技巧 让他们也知道说 我们要吃到一碗白米饭 要经过相当多的工序 要感谢很多人 要感谢天 感谢地的样子 他能不能够学习到 怎么去感恩的这个心态 在孩子面前 陈平和化身豆干哥哥 但其实他是这座农庄的主人 因为想让都市小孩 也能体验农村生活 于是找来当地农民阿海 一起合作 我们就有一个文化的传承 他才会懂得整个过程 才会懂知道这些农村生活的 那个过程的宝贵 因为没有这个体验的话 他们事实上有些人问 西瓜就长在哪里 西瓜长在树上 家族世代务农的阿海 保留了传统的打鼓机 为了让都市小孩 体会历历皆辛苦的道理 还安排夏天割刀的活动 再教孩子们使用打鼓机 大粗的白米交由当地的阿嬷 手工制成米苔木 有着传统古早味 要让米苔木口感更Q 得不断使劲搓揉 米粉块还要放入滚水中 烫过两次 农忙时必备的米苔木 对年近八十的阿嬷来说 是她从小到大的回忆 12月就开始做了 现在77月就说 我们大企的人在这里 6月就去世 有6月当大餐 挂地画都要做米苔木 如果做我们这大企 我们这些人都要挖 我们这麦人都要挖 我们这麦人都要挖 都要挖地做 以废弃竹子当燃料 大造里的烈火 就像陈平和对农艺复兴的热忱 也点燃了社区阿嬷 投入体验活动的热情 这个阿嬷她也相当热心 她每次我们这边有什么活动 跟她讲一下 她都义步隆子过来这边 都跟我们帮忙这样子 阿嬷好爱玩喔 我就喜欢玩 她要输工厂给我 工钱给我 我就不要 我爱玩 我爱玩而已 我都会的东西 我谁会的东西 我们年纪这么大 交连成人 只要交给他 让他给他 你不要带回家 带回家没有用 对不对 家里大爷都会做 用大造高温煮出的 19公米台幕 经过急速冰镇 外形短短小小的 口感Q弹滑溜 加点碎冰和糖水 就是炎炎夏日 最小暑的传统甜点 QQ的甜甜的 跟平常外面吃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孩子可以体验到 从自己亲手割刀 看到稻子变成稻米 最后变成这个米台幕 孩子应该是可以感受 辛苦的代价 想重现过去的农村生活 陈彬河打造了这座 占地1.5公顷的农庄 不仅有稻田体验区 还自己种菜用来做料理 因为从小在乡下长大 农村的一切充满人事回忆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刻是 每次放学之后 都会给父母亲 他都会叫我们说 要去田里面帮忙拔草 帮忙做一些农事的 一些活动这样 印象中最深刻是 如果说有时候偷懒 你现在怎么样这样 都还会给父母亲去责备 小时候的苦差事 长大之后却变成难忘的回忆 历经了几年都市打拼的生活 陈彬河决定回归农村 而桃园大溪清新的空气 和清澈的泉水 让他爱上这里 你看 这边有一只来 这样 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的绿竹笋 第一只绿竹笋 先把土剥开来 哇 这个水 跟牛小一样 弯弯的 大溪盛产绿竹笋 爽脆多汁 附近笋农种的新鲜线蛙 口感最好 它这个因为它的养分 已经吸得相当饱满 所以它不会急着 那么快出土的样子 它在里面酝酿 差不多七八天左右 然后养分因为它相当充足 它就会长得弯一点这样子 利用在地食材做料理 凉拌的绿竹笋 就像水梨一样甜脆 搭配美乃滋 爽口不腻 另外肥瘦相间的东坡肉 陈平和使用乡下饲养的黑猪肉 那黑猪肉它本身就是 比较没有炒黑味 它本身肉质也比较Q 比较Q的样 比较有那个 应该有那个猪肉应该有的 本来的味道的样子 小火煎过锁住肉汁 再用另一草绑起 放进香气浓郁的卤汁里 卤到入味的同时 放入青木瓜 可以帮助肉质变得软烂 还能增添蔬果风味 擅着琥珀色泽的东坡肉 吃来软烂入味 滑润却不腻口 一旁卤过的绿竹笋 每丝纤维都充满了咸香滋味 强调旧地取材 这里的野菜锅 有三分之一的蔬菜 需自陈平和的小菜园 菜园里种的全是无毒蔬菜 这边通通没有喷农药的 所以我们都要选用一些 比较耐病种害的蔬菜过来种 其实珍珠菜 大概是我听过的菜名里面 最诗情花育的一种菜 在老一辈的他们的讲法 他们说这种叫做 角菜 角菜这样子 把诗情花育的珍珠菜 放进火锅里煮 口感鲜嫩 还有地瓜叶 秋葵等 一共16种野菜 让加了苦茶油的汤头 更加鲜甜回甘 就很鲜甜 像如果是说 普通餐厅的话 它这个火锅的话 它味精一定会棒很多 他们自己菜园种的蔬菜 都是现材的 很鲜甜 另外利用桃园复兴香 泉水养殖的尊鱼 以酱冬瓜和破步子蒸过 鲜嫩的鱼肉吃来软嫩没有腥味 肉质还不错 它就是跟一般的料理不太一样 它是用破步子 破步子它只有香下才会有 它这是没有加工过的 所以非常的好 用关节的地方慢慢拉 好 再换边 再拉一次 用在地食材入菜的 还有DIY摇烤披萨 也能放上菜园里的蔬菜 像其中有一个我们的招牌披萨 我们里面的那个酱底 是用我们大系的豆腐乳酱去做基底 然后那个食材里面我们有加了 我们菜园里面很多的蔬果的样子 包括像比如说青椒 我们的那些线材的那个地瓜叶 珍珠菜等等的样子 以番茄酱为底的熏鸡披萨 可以尝到野浆花和九层塔的香气 摇烤过的饼皮在嘴里更是越嚼越香 很多小白菜本来都不敢吃青椒 不敢吃洋葱 不敢吃僵尸对不对 好 那我们都鼓励它试看看 结果我们比较细胃的那个结果是 经过他们自己去尝试做的披萨 他们几乎都能够把他们做的披萨 都能够给他吃光光 拍面皮的时候 觉得它软软的蛮好玩的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是自己做的 我觉得自己做的会比一般做的还好吃 游客开心的表情是陈平和工作的动力 选择到大西过农村生活 对它来说不再是苦差事 而是它享受人生的一种方式